主料,冷冻牛排一块,土豆一个,西兰花40克,洋葱80克,红椒30克,辅量,盐,黑胡椒粉8克,黄油25克,红酒100毫升,盐2克,老香3克,牛奶20毫升,香草碎3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好所有的食材。 土豆去皮切后撇,入蒸锅中煮熟,然后把土豆用擀面杖擀细滑,土豆泥放入碗中,加入盐,黑胡椒粉,老香碎,牛奶,再加入15克融化的黄油,搅拌细滑成为土豆泥备用。 洋葱,一半切碎,一半切片,西兰花丝小块,红椒切块,平底锅放入黄油,放入洋葱碎炒香,加入红酒,再加入100毫升纯净水,加入盐,加入香草碎和胡椒碎,大火熬至10分钟关火。 红酒汁盛出备用,铁板加少许橄榄油烧热,平底锅再加一些橄榄油,放入喜兰花翻炒,加入洋葱和红椒翻炒片刻关火。 把炒过的蔬菜和土豆泥摆放在铁板上,平底锅放入牛排煎制,大火两面煎制个5分钟,把煎好的牛排放在铁板一侧,浇上红酒汁,即可食用。 烹饪技巧,超市冷冻牛排很方便,不过化冻的时候要连包装袋一起化冻,直到牛排变软,才拆除包装袋,煎制牛排如果喜欢嫩滑的口感。 两面各煎制三分钟就可,鲜线蔬菜也可以换成自己喜欢的热衣蔬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